今天漢堡肉只能翻一次 越多次翻 你就会损失越多水分 金黄肉汁流出来了 两块比手掌还大的汉堡肉 再放上香脆培根 就像汉堡跌跌了 AIT新广旁的美食餐厅 才开店一年多 外籍建筑施工人员天天报到 有排班尼迪克蛋 还有我们的汉堡 其实他们这边施工人员 通常午餐都是在我这边吃的 我们的这边的课程六成 是跟黑IT有关的工作人员 法式田塔外形精巧 每一个都吸引眼球 而他们全出自一对兄弟之手 这口味是草莓青乳酪 然后这个是海盐焦糖核桃 从加拿大留学回国 古斯塔和弟弟联手经营甜点店 向众内湖AIT一带 未来外籍人士多 具发展空间变成小天幕 就是看到说这边住进还没有很高 但是我们有预计说 AIT进来之后 还有C-Link也刚搬进来 所以应该会吸引蛮多的外来人口 从AIT新馆到捷运内湖站短短600公尺 有C-Link和日系书店加持带动人潮 餐厅也在这一两年越开越多 美式易式居酒屋 还有修车厂转行做太阅料理 以往天母地区 有美国学校 日桥学校和使馆特区 外籍白领多 AIT搬到内湖后 美国学校也有机会迁移 对比天母没捷运 昔日租金又贵 造成店家出走 现在内湖捷运站一带 反而成了潜力股 随着AIT启用产生聚落效应 外籍人士的移入 也带动周边商权经济 记者黄明君邵玉敏台北报道